第五篇 人愛 第三十二則 心中常存愛和感恩的心 二解 當我們心中有愛和感恩之心的時候 內心好像暫藍的天空 這麼澄清 當我們心中有愛和感恩之心的時候 內心好像無波的海藥 這麼廣大無邊 當我們心中有愛和感恩之心的時候 內心無憂慮 無牽掛 很多宗教都強調愛和感恩之心的重要 不論是早晚課 或者每餐飯前的感恩祈禱 不僅是對上帝神明的致謝 更是愛和感恩心的啟發和鍛煉 使我們的心更慈悲 更欠虛 故事 感謝花開 有位男言朱女士 在各世附刊寫了下面一則故事 女兒睡覺之前 除了要我和她說故事外 她自己也有個任務 就是回憶自己一天下來所經歷的事 並要在心中密密感激三個人和三件事 這個任務是我安排的 我想讓她從小就學會 看到人生美好的一面 並真心的感恩 一個時時感恩的人 才會釋福 才會快樂 心靈才會圓滿 溫潤 這一日的夜晚 女兒在鋼琴邊發呆了很久 我以為她眼睡了 就叫她上床睡覺 但她似乎沒有什麼反應 顯然在心思著什麼 我就提醒她 今天感謝了沒有 女兒爛圍地跟我說 今天她多謝個為自己剪指甲的媽媽 為她上鋼琴課的老師 為班上服務的小鼓掌 以及老天沒有下雨 但是 更少了一件事需要感謝 想來想去 她都不知道還要借些什麼 正在雙腦筋 我建議 只要讓你快樂的事 都值得感激 這個時候 女兒歪著頭說 媽媽在陽台種的末里花開了 這件事令她最開心了 這麼香 這麼美 她要感謝花開了 想不到 然後 女兒如此有心 而且思意岸然 我也被她感動 而最初 是花感動了她 六歲的女兒 已經開始會感謝花開 等到秋天 她就會感謝石果 到了冬天 她一定會覺得 悲饒滿足 感謝世間一切的萬事萬物 實例 愛和感恩的水結晶最美 日本江本聖博士 在多年研究水結晶的報告 來自水的訊息 一書中 給我們很大的啟示 她實驗證明 無論什麼地方的水都能夠聽 能夠看 能夠接受人的意思 而變現出不同的結晶 在高倍顯微鏡之下觀察 凡是給過水善的訊息 好像智慧 宇宙 愛 感謝 水結晶都非常美好 給過水不善的訊息 好像討厭 生氣 混蛋 惡心 水結晶就非常難看 每一次的實驗都得到同樣的結果 所以她勸世間人 要有善心 因為人的身體 百分之七十五是水分 因此心地善良 上懷哀和感恩的心 身體所有的水結晶都是最美好 最健康 強壯而不生病 如果我們的心情不好 經常發脾氣 滿腹怨恨 我們體內的水結晶就非常逐惡 逐惡的水結晶會破壞身體的正常組織 人就容易生病 得癌症的機率就很高 因此 她呼籲人要常存愛心 感恩心 歡喜心 對一切人 一切事 不但身體水分隨著黏頭變化不同的結晶 乃至所有一切植物 礦物 都不例外 從這個實驗就證明 一切萬事 萬法的變化 都是隨人心而轉變 物理的現象離不開心理 所以 心是主宰 物質隨著心在轉變 我們懂得這個原理 只要心地真誠 清靜 感恩 則慈悲心 沒有障礙 什麼問題都可以認人而解 所謂人者無敵 就是這個意思 隱身 愛的真諦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全憑感情 但是感情最為脆弱 而且易變化 如果要增進彼此的感情 保持不變 必須相互了解 經常接近 如果不能夠彼此接近了解 適合相互相互相的感情 將人逐漸的疏遠而淡薄 以至發生隔離 以至發生隔離 了解對方的一切無理 也就是以一片智誠心相待 則人非木石 可不可以無動於衝 還有不諒解之處 也就逐漸消除了 有關愛的真諦 新約講得最詳細 愛是幸久忍來 又有恩慈 愛是不疾度 愛是不自誇 不張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利益 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 只喜歡贈你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來 愛是永不知識 如果人人都能夠 抱持這樣的一夥愛心 和人相處 並推而廣之 人人皆揭盡所能 為人群謀福利 如此 就能夠達到孔子所說 老者安之 笑者懷之 憑有信之的 最高做人境界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